为了推广社区整体照顾服务体系 今天上午由新北市社会局 在淡水区公所举办了一场长照2.0的说明会 社会局表示随着台湾社会族群老年化 许多居家照顾以及长者健康照顾家庭 有越来越多人需要负担大量的费用以及人力 因此社会局在过去几年当中 在新北市更成立了许多长照中心的据点 而今天邀请淡水各社区发展协会 社团教会以及里长们 希望大家一起来加入长照据点设置的行列 那我们希望整合在地的资源 有效的结合在地的像大专院校 能够有世代共荣青年服务长辈 长辈也关心青年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让长辈从健康能够多促进 延缓老化的这些的照顾需求 那我们希望假如有些照顾需求 都能够借由专业的组织来可以推动 所以我们希望把在地的组织资源结合起来 服务在地的长辈 让我们既有的新北的这些长照服务资源的量能再提升 过去在新北市共设置了11处的社区长照服务单位 而在今年底前将成立淡水以及三重的长照中心 希望能够达到43处的目标 而目前与淡水马街医院合作运用医院在地的健康小站支援 共分成三个ABC等级的单位 分别是以乡镇市中学区或者是村里为单位 来进行设置长照服务据点 那我们目前担任A的工作 我们要整合B跟C来共同为我们的淡水区的居民 在未来高龄社会里面做整个整合性的一个社区 在失能跟失智的预防的部分做更好的一个社区的整合 那马街医院绝对有更好的一个能量来做 因为我们目前在整个淡水区这附近 我们已经布建了60几个健康站 那60几个健康站可以跟我们的新北市政府 这样社会局这样做一个很好的搭配 这个旗舰店其实就叫做社区整合型的服务中心 那接下来我们淡水这不一定初步 我们会以四个像那种长照站来做一个推动 那这部分可以就近来照顾我们淡水的这些老人家 他可以就近来做日拖共餐等等 让家属能够更安心 那当然今天很高兴我们淡水的个理 还有包括我们社区发展协会 还有这些教会等等的这些志工团体 他们也都加入这今天的会议 来了解长照2.0推动的一些方向跟政策 区长表示透过与马街医院合作 未来在成立长照2.0之后 借由统一窗口的设置 民众只要向市政府申请长照服务 就可以运用这些资源 由工部门来整合并且分派人力志工 到服务的对象当中 希望可以将长照服务制度化 结合目前社区资源 达到减轻照顾者家庭的负担的目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